是的,不過這件事都這樣,我有時發現,人所謂的認知那件事,其實可能是內心的,只不過是在平時的交流、對話裏面,就拿些東西來講一下,就是見到別人懂彈簧的,又是彈簧的,又是彈簧的,又是不好啊。 這是一個長期在飯桌上討論的話題。 所以有時候飯桌上有一種智慧,飯桌以外,又有一種智慧,飯局裏面有飯局的智慧,這個我想大家要把它分開一下,有時吃飯講,千萬不要那麼容易當真,如果講到香港人,民生大事更加,不要以為在那頓飯裏面就講得到,並想講不到。 不過呢,今天都不是改這個問題,剛剛在講很多東西,醫生所講的,就是有些話給你們聽,是好東西,就是長期服用,但是,怎知道有時候,將那樣東西拿出來,真是抽屎剝鹹,用一個科學的方法,再去分析一下它的時候,發現,長期服用,分分鐘是害了你。 是的,那除了酷米加三,即是魚油,吃得多,是未必那麼好之外呢,還有一樣呢,蜜糖都說有事,這個真是理解一下。 因為我偶爾也會吃蜜糖,因為我人夠甜,所以就吃多一點的甜點。 是嗎?是,那你又要補充一下吧? 不過,現在又不是的,他講的你,沒有效的,我告訴你,吃蜜糖是不會令你甜了的。 你純粹是為了,即是以好味為了,是有善的嘛,是嗎? 以及以你喜歡吃甜的程度,我想你都吃多少? 對,我是一湯金一湯金,我這樣吃的。 我是不喜歡這個混淆的。 即是我們可能會混淆,它完全不會的。 很浪的。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是,很多人去買蜜糖的時候,先看一下那個蜜糖是來自甚麼地方。 然後後面呢,他有時候也會說,這個地區所出產的蜜糖呢,有另外的幾種神奇功效,秒不可言啊。 真的,喂,你不要聽到我這樣說的。 我是純粹,因為聽得多濃音機,我聽了有些賣蜜糖的朋友。 或者送蜜糖給你的朋友,他們很多時候。 如果你有被敏感的話,這隻就好了。 如果你的小朋友,有很多人說,敏感性蜜糖。 如果你小朋友有個腸胃不好,另外這隻又有甚麼,不知道哪裏出產又有好處。 接著如果你說,好,有濕襯這陣子,周身含養啊,好,好, 那又會放了第二隻出來。 平時如果你不是拿來吃,拿來茶也可以的。 這些都是我在坊間,經常會遇到的普遍講法。 而且以前,如果在家裡堆積了甚麼,就知道流行送禮物或手信。 近幾年,家裡堆積了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蜜糖。 是嗎?你家裡有很多。 很多啊。 我媽媽有空。